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食强 今天分享吃到家常下饭版的腊炒鸡丁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三个鸡腿肉 去掉骨头,把肉取出来 先竖着鸡腿切一刀 然后用手硬拨就可以把骨头和肉拽开 把鸡腿肉切成条 再切成鸡肉粒 切好后用清水冲洗几遍 然后把水浴干 放入容器中,加入盐 鸡蛋 料酒 用手抓匀 再加入淀粉,搅拌上浆 让鸡肉更嫩 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鸡肉炸一下 大火把锅烧到冒烟 再倒油,这样就不会粘锅了 油要倒多一些 油倒好之后,紧接着就下入鸡肉 鸡肉下锅以后不要马上搅动 防止鸡肉脱浆 先炸上几秒钟 再慢慢的推散鸡肉 用大火大概炸一分钟左右 就绿油烙出鸡肉 再把大蒜切片 大葱切腻 生姜切成片 洋葱切成块 青红椒也切成块 锅中再次倒入少许的油 开中小火 油温微热 下入葱姜蒜变姜 接着下入干辣椒段变香 加入一勺脾线豆瓣酱 把豆瓣酱炒香 接着加入一碗清水 加入盐 白糖调味 然后开大火 下入鸡肉丁 翻炒几下 沿着锅边 淋入生抽 还有尿酒 继续翻炒 再炒个30秒左右 下入青红椒 和洋葱 再加入一点老抽上色 最后起锅前 加入小葱花 还有一点香油 再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好吃 又下饭的纳炒鸡丁 朋友们 快去试试吧 在西瓜视频 关注美食祥 每天都有用心制作的美食 和您分享 朋友们 下期见